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我是主持人 鄧心聰 很抱歉 上禮拜都請教 今天我們來談台鐵的 這個管理的問題 管理問題真的是一箩筐 我們來看看 台鐵 在一台 這一台火車 所以在桃園 富岡這個地方 那旅客都被趕下來 這個是網友自己po在PTT 那我們是從網路上翻射下來的 大家很無奈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也不是很清楚 後來看到一張照片 感覺上是很恐怖 這個是駕駛員 然後被單駕抬出去 說突然心計 那這跟上個禮拜的時候 台鐵的火車駕駛員 他們說這個過勞的問題實在太嚴重 特別是經過平郊道 在上次的時候 不是發生所謂的平郊道的柵欄 沒放下去 可是火車卻經過好幾台車 差點被撞上去 這個事情 所以駕駛員說他們要減速 一來是為了自己跟乘客的安全 二來是要抗議台鐵呢 你有錢買很多什麼不油麻號 但是怎麼沒錢去改善平郊道的系統 大家一看到這個照片的時候 哇這個駕駛員實在太辛苦了 所以心計為了保護所有乘客的安全 所以不得已把列車停下來 那這應該是大家可以忍受 可以接受 可是後來在這兩天 又傳出一個消息 好像事情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是說列車長跟這個駕駛吵架 那現在傳出來原因是說 因為說什麼什麼自動爆戰的 這個號碟沒有設定好 所以有人說是因為列車長去踹駕駛的這個車艙門 然後呢 這說什麼門也被踹到一個凹一個洞 不過照片看不太出來 這件事情凸顯出很多很多 包括說整個臺鐵駕駛 火車駕駛 是不是真的嚴重過勞的這個問題 也包括說臺鐵整個管理文化的問題 另外因為再過兩天 就是除夕就要過年 大家都要趕著回中南部 回花東去過年 買不到火車票 這個訂票的問題 長期以來大家是嚴重的詬病 可是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達成滿力的 這樣子一個解決的方式 另外一個長期虧損的問題 人這麼多 人家這麼多 是怎麼臺鐵年年虧損 今天在除夕前兩天來談一談 臺鐵整個管理文化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馮甲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的 副教授李科聰 李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消極會的秘書長 盧信昌 盧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我們特別歡迎是鐵道文化協會的副會長 他雖然看起來很年輕 不過他已經是很多本重要著作的作家 谷廷偉 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臺鐵工會的理事長 謝盛銘理事長 大家好 理事長今天臺鐵工會跟交通部 已經達成協議 所以春節運輸不會受到影響 不受影響 不受影響 所以你們原本想要的訴求 包括說駕駛員過勞 這個問題解決了嗎 還是沒辦法解決 但是呢 我跟大家主持人想要說 像這過老人 人次就解決嘛 很難嘛 對不對 但是長期累積下來的能力的短切 班次的增加 設備的添購 然後能力沒有補嘛 所以今天呢 那交通部派次長參與這次協調 是 那也當場答應請徵的部分 在三個月內 要達成請徵的一個目標 是 請徵能力 那過去三年來 一百年 我們就請徵了 一直沒辦法達到這樣的一個義氣 所以到一百零三年 又請徵一次 又被退回來 那不管怎麼樣 今天交通部輸出三億 那希望在三個月內 把請徵這部分 能力 能達到有一定程度的一個目標 我們等一下會好好詳細的完整 來討論有關於臺鐵 特別是駕駛員過勞 以及能力不足的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 好像跟所謂的人力不足 沒什麼關係嘛 這就是 這真的是 因為現在傳出以來 兩種說法 一個什麼駕駛員心計 真的身體不適 第二個好像就是跟列車長 吵架 你們自己的看法 這到底出了什麼 心計 心計 那目前鐵路局還在為這件事 在做調查 是 那車長跟司機員 他這個波音系統是在司機員的 駕駛座旁邊 那照講所謂波音系統 都是要車長去操控 那因為那一天 車長是要到了站 必須開門 然後旅客上車後又關門 要做這些重複的動作 是 所以那一天大概是車長要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那麼順 但是這個波音系統不是司機也要設定的 你看看所有的車都會在守車或是車長室那邊設定 是 我想這個我們有一些鐵道 那這個系統 其實是裝在司機臺 司機室旁邊 在過去有些司機就是說你免得進來 這樣做主動幫忙 那變成社會上產生一個錯 錯解說 這個是司機員要設定的 是 那不管怎麼樣 司機員的心跡的的確切 那為什麼心跡 我曾經 我是司機員 我曾經又二十五公里 一個峰子闖入那個路線 光你這樣臨時見這樣 煞車你就受不了胃痛 所以他是不是揣門 或是怎樣 造成驚嚇 都有可能產生心跡 這個部分我還是要在這邊 我靈驗相信這個司機員是如此 是 要不然司機員不會說我車子不開啦 我來去醫院 我還派我們秘書 特別去看他 我想這個問題就跟我們今天要談的 大概也沒有什麼相關 所以但是就你的立場 不太可能說因為所謂的車 列車長跟司機員吵架 所以就故意把所有的乘客趕下車 大概不會是這樣子 不過我們來看看昨天情形 究竟是如何 旅客在月臺上空等 網友拍下的照片 每個人都是滿臉無奈 15號上午台鐵一列基隆 開往新竹的區間車 突然在富剛停車 駕駛緊急送醫 網友指稱是因為列車長跟駕駛 吵架還猛踹駕駛士士的門 駕駛才會心臟病發作 台鐵表示經過休養這名駕駛的身體已經恢復 不過到底為何吵架 臨時停車的處置是否得當 兩個人都已經停職接受調查 不過台鐵工會質疑這是駕駛 長期過勞的結果 人力不足不是現在的不足 92年以後鐵路就沒有進行特考 到97年才有特考 這人力斷層相當嚴重 針對駕駛人力不足 及平交道的安全問題 14號台鐵火車駕駛聯誼會 已經發起過一波抗議 造成100多班列車延誤 工會揚言如果再不解決 春節還會繼續降速 為此台鐵上午緊急跟工會協商 我們共同保證 春節訴訊一切按照正常 協調會後台鐵局長跟工會 及火聯會的代表一同出面 表示已經達成共識 春節駕駛們不會減速抗議了 台鐵也承諾將爭取增加 一千三百一十八名人力 今年優先增補一百三十二人 不過相較於台鐵局長滿面笑容 兩位工會代表則是表情嚴肅 不願多談協商過程 記者臨中午吳家寶台北報導 不過今天台鐵工會跟台鐵 以及交通部已經達成協議 本來是說春節就是過年 這一段時間所有的火車 經過平交道都要減速 那表面上的理由是說 為了所謂大家的安全 因為之前才發生所謂的柵欄 沒放下來 可是火車經過差點撞到機車 跟汽車的這個事故 但是真正的原因 他們想要表達說駕駛員過勞的問題 可是這樣子一個訴求 今天達成一個共識 我們來看看總統 馬英九在之前有講說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會有六萬個人受到影響 他打電話給行政院長 他要求要交通部跟台鐵 跟司機員聯誼會 盡速達成共識 今天已經達成共識了 毛治國行政院長 他也說呢 如果因為這樣造成旅客不變 他是表達歉意 而且已經在第一時間指示 交通部長要督導台鐵 勞資雙方的溝通 交通部長怎麼說呢 他說台鐵有行車安全六年的改善計畫 有足夠的經費 可以改善平交道的設備 人力的部分也已經跟行政員表達迫切的需求 台鐵局長怎麼說呢 他說人力不足 可是每年都跟人事總處說要增加原額 但是現在還在審核 我們來看看 因為駕駛員認為所謂的過勞 這跟昨天那件事情也相關 也不相關 因為如果說是列車長 跟司機員吵架的話 那是台鐵內部整個管理文化 跟他們工作態度的 這個嚴重的問題 可是這也反映出來 如果說駕駛員過勞 而我們的平交道系統安全又堪定 這個情形下 整個乘客的安全會不會跟台鐵管理文化綁在一起 讓所有的乘客生命受到威脅 來看看 台鐵十四號東幹線首發普悠瑪列車 清晨五點五十分通過第一個平交道 列車鳴笛然後減速通過 為了抗議台鐵人力不足 以及平交道安全管理不佳 台鐵司機員發起減速經過平交道活動 一早在台北車站就有多半列車延誤 旅客好著急 拿著三張車票的乘客一臉無奈 他要從台北回台東 因為買不到長城票 只好買三個不同車次接駁 先從台北到羅東再換另一班車到花蓮 再換車到鹿野時間都算好了 沒料到在台北車站列車就慢了半小時 後面兩班車也趕不上了 陰受平交道減速慢行影響 一估晚二十七分開車 台鐵表示十四號列車之所以延誤 跟地震後減速慢行有關 並非完全受司機員抗議影響 羅老師現在好多的訊息 整個串在一起 就是到底要怎麼看 如果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第一個我們看到駕駛員 被抬著單駕走出去 這看起來是很心酸 幸好沒發生事情 那旅客呢 受到嚴重的影響 在這邊哭等 這當然是受到很大的不便 可是如果原因呢 那不是說純粹是因為過勞 而是因為他們員工之間的這個吵架 大家當然看不過 可是過勞的情形 又跟所有的乘客的安全 又綁在一起 究竟你怎麼樣看待這場所謂的 那麼複雜的問題 我想其實就是說 有一些是屬於這種正常風險 也就是說任何的 這個人的身體狀況 像我們今天當然知道 有一個不幸的事情 因為女作家在義大利 就突然就過世 所以我想對於 司機員的一些身體狀況 我們還是要抱著最高的祝福 跟善意 可另外一個部分 當然是在於說 整個這個企業文化 在整個列車場的權限 還有在司機駕駛員 應該擔負的一些任務 在這裡頭 他有一定的這種服從性 跟成熟關係 那如果一個駕駛員 可以對列車場抗命 我想這在航空 在輪船 在火車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想這個司機員 必須要做非常嚴重的懲處 所以你認為可能還是工作態度的問題 像這個部分 如果說在一個這麼明確的釋權 的一個這種分派上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任務執行過程中 產生這樣一個局域 然後最後讓乘客 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下車 那甚至於這個列車場 份量離開 這裡頭有太多 涉及到整個企業 對於消費者關懷 是第二個 內部管理系統上嚴重的失序 第三個員工的整個服從訓練不夠 所以我想在這裡頭 駕駛員被單價抬走 跟整個因為起批評 因而這個憤怒離開 我想這散離職守 也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這個都要嚴重處理 我們現在就是說 他其實是好多東西糾結在一起 我們談到的是有 的確有駕駛員過勞 等一下我們談到 所謂的他整個排班 工作的情形的部分 他工時真的很長 而他休息時間也算在裡面 但是不算薪水 所以每個的駕駛員的工作時間 大概都超過十二個小時以上 工時的問題 又有勞資糾紛的問題 又有所謂的列車長 跟駕駛員吵架 然後把乘客趕下車的 這個問題 所有的問題 究竟那怎麼樣去看待 以及怎麼樣去解決 其實我覺得臺鐵的問題 應該是積息已久 這麼多年來 這個問題不斷地發生 大概可以歸納成 第一個就是人事 臺鐵能不能找到適當的人力 適當的人力 包括那個值跟量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整個制度 制度面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設備 車輛 整個採購的過程 這是平交道的問題 就是他一直都存在 我們怎麼樣去偵測 怎麼樣去預警 怎麼樣去做一些柵欄放下 那這個都產生了很大的問題 但第三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管理的問題 管理的機制 我覺得這一次 讓我覺得最 感覺到這個最不堪的 就是一定要總統出來講話之後 我們大概工會跟我們的臺鐵的管理 當局甚至交通部 才可以達成一個協議 我覺得基本上工會的訴求 我們都瞭解 但是他如果真的要在每個 評價到減數來表達他的訴求 我覺得這真的是蠻可悲的 那犧牲的就是我們所有的 這個臺鐵旅客的權益 我覺得基本上工會在跟我們的 臺鐵的管理當局 在做協調談判的時候 應該很清楚地表達他的訴求 而且在那個時候就必須要把自己的 這個訴求表達很清楚 然後如果你們沒有在什麼時間 做到我們工會的訴求的話 我們將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所以你支持 駕駛員要求資方 也就是臺鐵去解決過勞 倫力不足的問題 但是你反對用所謂的經過評價到減數的 這個方式來表達 對 我覺得他們應該有更好的方式 能夠達到他們的效果 比如說他們在做協調談判的時候 適當的要給我們管理 臺鐵的管理 這個階層要給他適當的壓力 甚至我覺得可以直接就跟交通部行政院 去做這樣子的訴求 我覺得基本上 如果一定要利用這個犧牲 乘客的權益來達到這樣的訴求的話 我覺得我們真的 交通部所有的相關的管理機制 都已經失效 不過我們今天至少要談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剛剛一直在談所謂的企業管理 文化或是臺鐵員工工作態度 是否所謂的 以消費者來挾持 來達到他們自己的一個訴求的 這個管理問題 第二個我們談談平交道 為什麼事故那麼多 為什麼還會有說火車經過 但是柵欄根本沒放下來 差點撞到那麼多車子的這個問題 再來為什麼大家所謂的 已經把臺鐵誤點當成是常態 準時是意外的這個管理的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平交道事故的這個問題 這當然九零年的時候發生了一起 所謂的二十五個人死亡 二十七個人受傷的這個慘案 在大湖 陸竹高雄這個這個地方的平交道 遊覽車在倒車的時候 跟志強號撞在一起 九二年的時候 在苗栗盛興三億間的平交道呢 拖車卡在平交道上 那志強號跟他衝撞八十八個人受傷 九三年的時候 志強號在新營遭到混凝土 混凝土車 門桌車 直接撞到 我們來特別查一下 有可能只有火車在撞 別的車 會有車去撞 出宮好嗎 出宮好 走得快 還真的是 混凝土車直接從第二節 第三節車廂這邊 把他撞上去 九四年的時候 志強號在大渡龍井間的平交道 貨車闖平交道 造成九個人死亡 我們來看看之後的一些情形 九七年的時候 也導致兩個人死亡 零二年的時候 在鷹哥站北端 也是志強號撞到拖板車 然後零三年的時候 也發生四個人死亡的這個慘案 一二年的時候 太魯閣號在桃園普新撞到所謂的闖越平交道的 沙石車 一個人死亡 然後我們看到說 像最近大家一直在看到一個很驚險的畫面 車子開過 騎過去 要開過去 看著租金馬上迴轉 差點撞上去 因為柵欄根本沒放下來 我想請教廷委 為什麼臺灣的平交道事故 是這麼的頻繁 無法解決 我想平交道的問題 也算是一個蠻複雜的問題 他也是蠻多問題糾結 當然我們其實常常覺得臺鐵是無辜的 臺鐵是真正的受害者 因為是人來或車子來讓火車撞 而不是火車去撞他們 因為平交 因為鐵路是一個絕對的路權 但是我們這樣絕對路權概念 其實在一般的民眾或許沒有真的這麼的 有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常常會貪一秒 貪 貪三十秒 去闖這個平交道 然後最後就發生悲劇 那我們可以看到剛剛提到這麼多整理的事故 這麼多慘重的事故 他們的共通點就是全部的事故都是自強號 當然因為太魯閣號也算在自強號在內 是 幾乎都是自強號 那麼自強號因為他速度非常快 所以其實這邊衍生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因為我們評價到目前感應設備 是用距離 某個距離來去啟動這個感應設備 那麼一樣的這個距離 一樣的感應距離 貨物列車可能是自強號的速度的一半而已 所以他自強號的速度是其他火車可能 有可能是兩倍以上 那民眾在這樣子貪快的心理 他可能這一次火車是三十秒來 他不知道下一次可能可能是幾秒 是 那最後這種僥倖心理 就發生這樣的悲劇 那這樣子在這個地方要談到的是說 當我們臺鐵也去追求速度 追求速度 包括長途列車的速度要增加 這個速度 速度增加 然後運行時間縮短 那通勤列車啟動跟減速的要更淋漓 追求速度的狀況下 我們對於列車的防護 對於這個路權的落實 有沒有去做到 這個其實是在追求速度的同時 一定要去做 一定要去落實的部分 不過李老師 我聽為這樣講 所以其實駕駛員用減速來凸顯說 我們的平交道系統是不安全的 那其實有充分的理由 因為你因為自強號開太快了 所以才去碰到車 碰到人嘛 所以現在駕駛員說 沒辦法開得慢 為了大家安全 這樣才會沒道理 對啊 基本上我同意他們的訴求 我剛才特別講 但是我覺得應該去做模擬就好了 就是說我們模擬 如果我們都這樣去做減速的話 乘客的權益 大概犧牲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如果能夠把這個訴求 非常完整的去做訴求的表達 包括跟我們行政院 跟總統 如果我們這樣子的工會 採用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減速的 這樣子的活動的話 我們這樣講 由於在春節快要到了 我們進行我們這樣做的話 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是 我覺得只要把那個訴求 能夠傳達得夠清楚 我相信交通部跟跟總統 應該會 那時候就應該意識到 這個危險性 我們再講 對民眾的不方便性 我覺得要真的是能夠瞭解民眾的苦 因為我覺得剛剛看到有一個人拿了三張車票 他用接駁的方式來乘坐這個車輛 是 結果一固點 他都不曉得怎麼去坐車了 當然 我覺得這種民眾的感受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從民眾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但另外一個 我覺得我剛剛也特別提到這個平交道的風險管理的問題 我覺得平交道是這樣子 基本上我們的民眾 基本上沒有什麼風險的概念 除非你把它擋到完全都沒有要過去 他才覺得說 那個是不能過去 只要有點縫隙 有點空隙 他就可以轉過去 尤其是機車 他覺得而且他沒有風險的概念 遠遠看好像火車還很遠 所以我們以前在不管是什麼教育宣導 停 看 聽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他們都沒辦法去真正在過這個平交道的時候 都會忘記 所以我們如果是知道民眾有這種缺乏 風險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更加強平交道的預警跟防護 那我們都看國外的系統都可以做的都比較好 我覺得這次平交道的預警 大概就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有新舊兩種制度 那舊的話 通常是用軌道的電流的偵測 再加上我們的計軸器的偵測 我們都知道計軸器 臺鐵已經發生很多問題了 以前在採購的時候 就發生很大的問題 那現在我們買的計軸器呢 計軸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偵測的設備 在臺鐵裡面 他是在比賽的區間當中 會明顯的告訴我們在這個比賽區間 有沒有車 我們是不是給他綠燈 還是紅燈的耗置 是 那我們也用來偵測我們的平交道 就是說有車的話 經過的時候平交道就應該放下來 那這個設備很重要 他的準確力也很重要 可是我們都知道計軸器 在整個採購的過程 跟現場我們買了以後呢 尤其在屏東跟潮州之間 那個採購完以後呢 他的誇張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就面臨到說 怎麼樣很準確的偵測到車輛 要接近我們的平交道 那平交道的柵欄要很完整的放下來 完全沒有什麼空隙 可以讓民眾的車輛可以通過 理事長你說你之前是駕駛員 我請教 上面那個火車過去 但是柵欄沒放下來 為什麼 原因是什麼 好 這邊有很多鐵道專家 那也有是理論派的教授 我還是要講消費消費 因為這部分是保障大眾消費的一個條件 我都認懂也尊重 但是對臺鐵這樣的一個傳統的一個技術上的一個 我還是要在這邊講一些臺鐵 大概你們比較不了解 是 那一天我們的平交道也好 燈 後製也好都是危險定位 也就是說它是紅燈的話 平交道那個欄杆是要放下來 而不是上氣的 可是那天是上氣的對不對 對 而且在後來在收封 收封站又一次這樣 上氣又下來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他應該有整個一個整個設備上的一個瑕疵 所以司機人就是因為這兩件事後 他們心裡頭產生很大的疑慮 因為速度 剛剛也有講到 速度越高的時候 你要經過速度 時間是越短的 是 司機人也提出這樣的要求 比如說你那個感應點要比以前要拉得更長 而不是在用以前的標準 當這些訴求都無法得到一定的程度的回答的時候 你說人在一般的一個受信階級 你能用什麼方式來表達 用勤體的力量而已 減速造成大家的不便 我想所有司機人都知道 可是不減速 誰會去關係他們 我想這是不可不得已 但是減速下來 也許那一天影響了一部分 可是總算交通部理局正式 我再跟大家講 一百年 我們就在公會一直要提出能力要增 一定要增加 因為你設備增加那麼多 車子增加那麼多 路線增加那麼多 一個事業單位 你怎麼不就這樣人了 好 一百年到現在一百零四年 送氣被打回來 一百零三年又送氣又打回來 現在又送氣 三年了 有多少三年了 我問大家 今天不用這種動作 政府會去面對這樣的人力短缺 人力短缺到多嚴重 SOP都沒辦法做 還什麼SOP 被起訴的 農警事件被起訴的 主要條件就是沒有 沒有瞭望 沒有明治標 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做這些工作 所以司機人 他歸罪司機人這個部分 那就好像司機人是最後一道網線 無線電 是要保護他們的 錯了 無線電是戰衝外長 剛剛我們股會長也講過 是外面的侵入路前 不是司機去撞你 是 這些都是外面的不容易瞭解的 除非有相當嚴舊的人 我們現在有些教授 我相信你們協力都很高 可是實務上 我相信你們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我也希望 好像剛剛我們講到時候 總統沒有講的話 好像管理上出問題 沒有總統都不會解決 你講的也有道理 總統不講行政院不緊張 行政院不講 交通部不緊張 好 你講到採購 我也認同 汽車期 也是司機人 今天在在質疑的一個地方 這些都是隨意大家台鐵 大家吃一吃一眼希望大家坐下來 好好去就這來討論的 希望從裡面取得一個最安全的 平交道的一個管控條件 這我想有必要在這邊跟他說明 你的想法 我想分兩塊來處理 一個是說電子儀控如果有涉及人為 採購弊端 我想工會也有義務站出來 因為這種採購本身潛在的弊端是長期的 另外一個我們當然看到他買的車頭 幾乎全世界車頭都有了 只要有聖山火車的臺灣都有 那這種情況其實是完全不符合企業經營的邏輯 可是請問工會有什麼時候站出來 對這種事情表達抗議 那另外一個部分 當然是剛剛我們這個年輕的理事長在提到 有關於絕對路權這一塊 其實以今天的這些整個資訊設計的 這種防閉能力 我們可以以這種攝影牌照的方式來開發 然後臺鐵有義務把所有這些造成 在平交道上停滯 因而發生的車禍的損害 他的司法求償金額跟判決結果 必須要公開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相怨的 以各種理由來把這些問題吸收掉 把成本吸收掉 然後隨便一個這種車禍 其實潛在可以造成臺鐵的損失 跟旅客的損失 動輒上千萬 可是我們看到這些判決結果 求償結果 今天鐵路警察應該負責整個鐵道入侵的 這個開罰 開罰不需要警察站在現場 因為這些攝影器材 這些牌照辨識 這些其他的人為規勸 剛提到人力不足 錯 臺鐵有六千位退休員工 六千位退休員工可以組成 愛臺鐵自救會 派員再評價到定時定點 勸導 開罰 舉 這個糾舉 今天臺灣是缺少做事的決心 我們來看看採購弊端 這麼多年來 這種問題層出不窮 從來不面對 以前我們說是因為審議會 可是動省也動了快十六年了 那今天退休員工六千人 為什麼沒有一群人願意站出來 去對於整個這些柔性勸導做配合 為什麼鐵路警察局不把這樣的一個 糾舉責任做處理 更何況今天我們有非常好的攝影器材的 這種牌照辨識的能力 這些都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今天不要再談說 到底是因為我們站在保護消費者 所以對臺鐵有所期待 結果我們要問的一件事情 臺鐵今天的整個司機員的年齡老化 這是誰造成的 今天整個臺鐵的這種路權 不斷被侵犯 評價到增設的完全沒有任何邏輯可言 那這些問題誰來糾舉 今天這些號制設計的檢驗單位 是誰做認證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 出事的時候誰來處理 剛剛我們李教授講得很好 潮州那一段特別有問題 問題是當相同的事情 發生在高鐵的時候 高鐵組成專案小組 跟德國新悶子公司戳傷了半年 終於找到解決方式 那請問臺鐵 臺鐵努力在哪裡 臺鐵的專家在哪裡 所以我想今天的問題非常簡單 消費者的權益 我們希望做適度的關懷 司機 駕駛員希望得到的 這些體恤跟尊重 我們充分予以理解 但是因為鐵路局跟鐵路警察局 以及整個司機公會 不願意在一些該有的聲音 該有的大事 該有的正事正辦的方式去做努力 臺鐵的退休員工 沒有共同的榮辱感 願意站出來一起把這樣一個不良的社會風氣 做端正 我們看到這麼多損失 可是什麼時候我們看到臺鐵的求償報告 能夠公租於室呢 所以我認為臺鐵該做的事情是立即把過去以來這些重大的車禍 特別是由車輛或者行人穿越而造成損害 這些損害的求償 就算沒有到位 但是司法動作做了沒有 判決結果是怎麼樣 然後未來改善措施是什麼 這些通通公諸於室嘛 我們也希望臺鐵的這些退休員工能夠試著去重新體外 這些還在崗位上的這些人 就是你退休金來源最大的支撐者 我們再來看看為什麼平交道事故 層出不窮 無法解決 而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從監視器可以清楚看到平交道的柵欄緩緩升起 汽機車開始往前行駛 沒想到七秒後 忽然傳來自強號急觸鳴笛聲 車輛趕緊閃避 列車緊急剎車 有一輛機車差點被列車撇避 這個離譜的狀況發生在上個月十六號 新北市樹林區駿英街的平交道突然故障 差點釀成重大交通事故 一定要往前開啊 因為後面一定會有車嘛 趕快就是往前開嘛 不管是逆向還是怎樣往旁邊開這樣 事後臺鐵調查發現技術人員施工誤觸電路 才導致柵欄放不下來 不過臺鐵全國火車駕駛聯誼會批評 平交道設備改進速度太慢 影響行車安全 另外三年前臺鐵在桃園浦新發生一起嚴重的車禍 透過監視錄影帶可以看到平交道柵欄已經放下 煞車車還停著不動 不到幾秒鐘 太魯閣號就攔腰撞上 導致火車駕駛蔡崇徽死亡 二十四名乘客受傷損失超過兩億元 去年一月十七號上午十點全台一百七十九輛行進中的火車駕駛一起鳴笛悼念蔡崇徽 此外鐵路工會說會以鳴笛紀念主要是提醒社會大眾火車駕駛一旦發現有人闖平交道往往只有五秒鐘可以反應希望提醒民眾不要為了搶快擅闖平交道以免造成傷亡 所以請問我就要請教你 評交道事故這麼多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耗製系統老舊故障 還是我們採買的設備規格不符有弊案 還是說駕駛員自己技術不好 還是說我們的民眾沒有所謂的法律 入權的觀念 還是說根本我們執法上就太過寬鬆 我想您說的以上就是 只是程度的 只是程度的多寡 那其實我覺得回歸 回歸我們用路人 因為平交道就是平交的這個道路 那用路人是不是有做到停看廳 我們在臺灣 我沒有看過有人真的去做停看廳 所謂停看廳 我們從小講到大 真的有人做到嗎 從來沒有看過 但是如果你到國外 當然最明顯的其實是日本 日本人在行車的時候 做停看廳是非常明確的 所謂停看廳就是要停 然後看兩邊 不管柵欄有沒有下來 沒有錯 所以如果說任何人都可以都做到這個話 我相信平交道事故 應該已經至少少一半以上 那當然其他的 其他的問題是蠻多 不過我相信臺鐵 也在這麼多重大事故的教訓之後 其實 其實有做了非常多的改進 所以我們可以 平交道耗製系統 有問題嗎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 當然說是不是有一些瑕疵 可是火車過去柵欄沒放下來 這也沒問題 這個當然是有問題 我講沒有問題 當然不是 是一個大方向是沒有問題 一定會在某些新的設備採購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磨合期沒有去顧到 這個其實是一直以來 臺鐵一直不斷面對問題 不管是不是平交道 火車機械本身 都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新來的設備 我沒有沒有驗證的非常理想 就讓他上線來去運轉 但是我想要強調的是 在這麼多的教訓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用數據來看到 臺鐵的平交道事故 三萬人數是逐年在降低 當然一方面也是 因為平交道數量 也一直在降低 還有所謂危險平交道的改善 像是剛剛提到這麼多事故 裡面有兩個在同一個地點 這個鷹哥的東英里平交道 他就做一個很大幅度改善之後 其實就沒有再發生過重大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問題是一直持續的 有在改善之中的 是 是 不過我們的確從這個數據統計 也是跟庭委所說的一樣 從九十三年的時候 那個死傷都超過三十幾個 但是逐年是下降的 這個趨勢其實看得很明顯 但是還是有包括十幾個人死亡 或是到去那個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還是有八個人在平交道 因為事故而不幸上升 那受傷的這個人數 也是在下降的當中 可是我想問的 李老師一點就是說 現在你就是人民的觀念 應該有在進步啦 但是還是真的 沒有所謂的停看清 停看廳 早來沒放下來 我車就過去了嘛 這是觀念需要改變 可是你很難期待兩千三百萬人 都有這麼強烈的觀念 所以接下來就是說 怎麼樣解決這個平交道 安全的問題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突然走過 如果熄火 怎麼會熄火 他不是沒有觀念 他就是熄火 你要叫他要怎樣 很多車子 因為在那邊 你停平交道 然後你重新啟動的時候 有時候是上坡 你可能會熄火 有時候車子比較老舊 你就真的會熄火 所以這個事故 就會發生 那這個發生 其他國家 他們是怎麼解決 有必要問好嗎 對 他們基本上 如果是別的國家 如果是平交道 是一個非常容易造勢的平交道 他就會提出很多預警的相關的機制 比如說他會有這個security 在這個頻道之前 在這個車輛快要進來之前 他就會用手勢 讓車輛能夠停下來 會有人的一些這個double check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他的柵欄 是給他感覺是非常非常堅固 不像我們的柵欄 感覺起來好像有縫隙 可以去鑽的 那個柵欄是完全可以把它放下來 而且甚至有的地方 他會做的有 有那個防護的效果 你真的要 能夠要讓他通過的話 也 連貓狗恐怕都過不去 對 他也是有困難的 不是那種輕易就可以闖回 這個闖進去 這個平交道造成這個非常安全的 這種顧慮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 當然這個事故的減少 主要就是平交道數量 真的降低了 是 我覺得剛剛盧 盧民主長 講了一個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個臺鐵的 針對我們平交道的問題 甚至工時的人力不足的問題 一定要把他公開透明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工會應該以後盡量把他公開透明 是 把問題攤開來談 看看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解決 像平交道的話呢 如果是真正是我們民眾缺乏 這種危機意識 誤闖 他整個的責任在哪裡 他如果闖一次平交道 他必須要請家蕩產的來賠 我相信這種事故 經過非常公開的報導之後 會加深所有民眾 在經過平交道的危機的意識 那如果是因為平交道的 偵測的問題出了問題 那問題出在哪裡 是採購的問題 還是有人誤觸 有人這個在整個的偵測 設備上的風險的機制不夠 那這個我們都要把整個都公開 透明的去看問題 然後呢 應該由誰來做這個立刻的解決 短 中 長期的改善的方法是什麼 理事長 你之前是開火車 所以我們的平交道 真的那麼不安全嗎 我 我先跟 我想我有一件事情 我是要回答那個小學位秘書長 魯先生就是列車長跟司機員 隸屬不同的工作 而不是列車長去管司機員 記得 觀念要先建立 要不然會誤導 列車長他管的是理科那一部分 司機員管是動機車那一部分 是 是各有所思 所以不是列車長去管司機員 列車長管乘客啦 那個司機員管火車這樣 所以不是列車長去命令司機員 幹什麼的 這個是觀念先建立 還有愛台鐵 然後要退休六千個人 去守平交道 我想希望魯秘事長 有一天跟我到平交道去 在那邊站三個小時就好 看你受得了 不要 我天天在做志工 我們發了一票退休的人都做志工 四百個人都是在做志工 不是這樣 每個人有不同的生活規劃 你不能叫退休人說 你愛台鐵就去做這種工作 才叫愛台鐵 怎麼用這種方式來七格呢 所以我要想說 還有球場報告 同樣我贊成 我非常贊成 但是我問你 台灣有多少政治在後面 是在操作的 光普新 那個車子花那麼多錢去買 球場 我相信不是我們講 我也是聽說有機會 你們消息會大概消息很靈通的 去聽看看 為什麼到現在沒辦法球場 好 我不管 我只覺得是希望大家從正面來看這些事情 你剛剛主持人 你講到說我實際人 我跟你講 實際人在路線上不非常 因為平教道太多了 非常如速度越快 是越非常不安全感的 任何東西都可以闖進來的 因為我們是開闊型的那種路線 不是像捷運 不像高鐵 完全高價 根本就不用擔心 在那種環境下 任何驚嚇都可能導致你心臟心臟的一個問題 所以剛剛那個說 就算吵架也好 就算滿的一個用力 都有可能造成事件嚇到 嚇到自然就反應 我自己被嚇到過 馬上胃精卵 我想這種經驗不是一般人 會感受到的 所以平教道問題 底底切切 剛剛我們那個古兄也講了 因為你速度越快 大家也許感受不到 一百一跟一百三 剎車距離差多少 你知道嗎 我想莊家就知道 一百一看起來就差二十公里 可是他剎車距離 不是差兩百公尺而已 像這種是實際人 要求的就是說你速度變快 你這些條件都要再重新算過 手機設定過 你不要讓實際人每天在兩隻眼睛盯著 不只盯著那個路線 還有那麼多的設備 ATP 緊緊裝置 無線電 然後那些所有的可能的問題都要去處理 還有亂車 還要忽患應打 一個實際人在車上要注意那麼多的東西 我說在這邊還是呼籲大家 最好的方法就是剛剛古兄所講的 平交道 停聽看 先停下來 看一下 日本沒有人在工作 在鐵路的員工 在工作上沒有人穿那種狂觀背心 只有臺鐵有 為什麼交往過正 日本要的是把正切的動作做出來 兩邊接人後才能過去 你沒有看到車站 所有贊物人穿狂觀背心 如果穿大衣再穿那個好看嗎 為什麼 宏德事件後 我們的北檢所要求的嘛 這個在全世界沒有這樣穿滑 可是他要求你就要穿了 這些都只能講 大家可能在受到很多 不是那麼很關心 但是不是那麼內行的人 受到這樣的一個指引 真正要落實的是 確認 所以臺鐵有三個字 確認 確認 再確認 這才是重點 理事長 我請教你 然後 現在Biuma 大概時速可以到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三 我們的火車的速度 是越來越快 所以經過平交道 就是柵欄下來 跟看到火車 過去的時間是越來越短 就你內部的看法 我們的平交道安不安全 在這邊還是要講 平交道安全不在速度跟南竿之間 而在人 人 你再把看你剛剛昨集的所有重大交貨 我東東有一個特色 所有闖進的車子都是大型的車子 你要一般小老百姓 也不就這樣 這個死傷的一個案例而已 大型的車輛 而且現在的搭行車輛都 頓數都快比台鐵 鐵車 鐵路車輛還來得重 讓鑽擊力量更厲害 你要以前鐵輪車這樣一掃就過去了 現在不是 一臺一臺卡車都動不動幾十噸的 那才是很大的一個危險因素 而且所有卡車因素都在趕時間 而且沒有保持那個進空的一個條件 是 這才是今天那麼多 評價到車禍的一個因素 我也在這邊呼籲大家 生命 時機也沒有人願意撞到人 他沒有方向盤 他躲都躲不過 誰願意 可是呢 有人轉進來是他很無奈 速度提高 買快的速度 買快車是大家所想的 可是他能去改變這電路的一個條件嗎 OK 所以我們也來看看 除了說整個鐵道管理的這個問題之外 現在還有一個就是駕駛員過勞的這個問題 可是大家又看到說 臺鐵好像薪資福利待遇都還不錯 真的有那麼嚴重的過勞問題嗎 我們來看看現在駕駛員所面臨到的狀況 上午開舉光號從七堵到樹林來回三個半小時 台鐵司機員田職人中午回到七堵積物段 休息加上待命的管制時間雖然有三個多小時 但他哪裡也不能去 只能在寢室等著下午再出班 休息時間不算薪水到了下午又得搭上火車趕去樹林開下一班車 整天十二小時賣給工作但工時只算九小時 因為人力不足台鐵司機員不合理排班的狀況 每天都在上演 我昨天是中午上班了 然後到彰化差不多休一個多小時 然後回來這邊是晚上十一點多 然後我今天早上又四點多又起來 你看我休息一個小時 開了十八年火車的陳正芳 紅著只睡四個小時的眼睛表示 這幾年台鐵司機員真的越來越辛苦了 人力增補跟不上老司機退休的速度 路線又一直擴增加上新車的速度越來越快 壓力全都壓在司機員身上 車速越來越快了 然後壓力越來越多 壓力大 工時長 班表又亂七八糟 司機員一進休息室只能泡茶提神 互相提醒 開火車別打瞌睡 面對不合理的人力架構 司機員更怕的是有任何閃失 將會危機旅客的安全 記者吳家寶 臺北報導 玻璃老師我們來看看整個管理上 當然就是包括資源分配的問題 如果說駕駛員的人力是嚴重不足 然後他們的公司超長的話 這當然影響到所有乘客的權益的 安全的問題 可是我們一方面又看到說 就像剛剛秘書長所說的 其實大家看到說 臺鐵的退休金實在是虧損 或者是負擔太大 那相當有人說臺鐵好像籠圓 真的還蠻多 不過這是一般的社會觀念 然後等一下 理事長也可以說補充澄清 我們來看臺鐵到底哪裡有問題 二十年票價沒有漲 所以大家說你怎麼每年都虧損 臺鐵說我二十年沒去買 然後配合政策 譬如說現在可以刷悠遊卡 然後或者是說老人或身杖的優待 你也沒有補助 再來是說不是 是政府沒有補助臺鐵 臺鐵有補助乘客 服務性的路線 嚴重的是入不敷出 我們看到最重要的這個所謂的退休金的這個問題 將近一萬三千名 然後退輔金支出一年要三十億 難怪年年都得虧損 所以一方面我們看到說他整個退休的這個資金呢 是太到太過龐大 可是駕駛員說我人的不夠 我每個都是超時工作 所以這到底是怎麼改管 其實我覺得臺鐵基本上 我們看到這些問題 當然他目前是一個國營事業 我們以前也曾經提出一些建議 這個臺鐵怎麼樣讓他民營化 但民營化的話 當然要活化一些資產 讓他能夠有一些這個income進來 有一些收入進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人的 人事的制度 我們特別去強調 其實剛剛我想工業也特別去訴求 就是我們的工時的管理 我們尤其對這個駕駛的工時管理 一定要用比較寬的制度來看 因為我們一面駕駛一面休息 其實那個休息是真正是非常 沒有什麼真正的效果的 是 我們通常會看 他一個禮拜可以休幾天 我們目前知道臺鐵的駕駛 是一週只能休息一天 所以他真的休息的這個 這個週期是非常非常短的 所以他每次如果他要開始 要開始駕駛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身心是應該 是非常疲憊的 所以這個就要靠我們的排班 調度的方式來做 我覺得臺鐵的排班調度 應該有很多很大的改善的空間 怎麼樣用一個比較人性化的排班 看他的基地在哪裡 我們用怎麼樣排班 讓他能夠休息 真正休息的時間能夠變長 這個我相信臺鐵至少在短期 可以去做 不過我們來看看現在駕駛員 現在預料的一些情形 火聯會他們要求說 現在第一個 像是一百零三年 總共有三百二十一支平礁道的遮斷桿 就是那個 斬斬斬斬斬 就來那支啦 比一百零二年還多一趴 造成十四件的事故 六個人死亡 那所以他們要求說 因為運輸的這個運量 屢創新高 越來越多人要坐火車 可是線上的駕駛 只有一千兩百五十個人 要補到一千五百個人才夠 特別是如果花東全線都雙軌 雙線通車的話 還需要到一千七百個駕駛員 那駕駛員現在情形是說 有分一天班跟兩天班 如果是你早上八點到十點上班 你要到晚上九點到十點 才能夠下班 工作時間大概都超過十二個小時 可是中間休息時間是不給錢的 換句話說不給加班費 那可是這個休息也不是真的休息 兩天班的部分呢 是二一零零到隔天的一一零零 然後中間零一零零 一點到六點可以休息五個小時 可是這也是在休息室 不是真的算是回家休息 所以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解決 而旅客權益又該怎麼保障 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一起討論 臺中孫先生你好 孫先生抱歉 讓你等 請說 你好 是我覺得這個消極會的這個長官 他剛剛的發言 關於這個 請說 孫先生 是他關於說要這個 他建議要六千個臺鐵退休員工去組成愛臺鐵這個 我覺得他有點在這個不食人間煙火 這個脫離現實太遠了 這個你要六千個臺鐵員工 然後到評價上去站崗柔性勸導 我覺得這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是是是是好 就是這個意見嗎 好謝謝桃園的謝小姐你好 喂你好 請說 我也想要回應剛剛那個盧秘書長說講的 就是要要這些退休的就是臺鐵員工再去當志工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還蠻奇怪的一件事情啦 就是人家已經其實 人家這個工作就是已經在 對他已經為了臺鐵為了就是這些乘客 已經付出這麼久 那人家退休了其實應該是要有自己的生活 然後還要人家帶來去做志工 就只是為了要去彌補臺鐵這個公司 就是他們不願意去增補人力的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我不知道這個盧秘書長 他是站在資方立場 還是站在消費者 還是站在這些公會的立場 在在談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很多東西 他其實應該是臺鐵的責任 而不是公會的責任 你怎麼會要求要公會 一定要站出來抗議某些事情 謝謝小姐 不過謝小姐我請教 剛剛盧秘書長也有談到說 他除了說建議那個退休的員工 可以組成所謂的志工 不過那當然是志願性的 他也建議包括警方或臺鐵 他可以長期的用不管錄影 或者是照相的方式 不要有警察在 然後抓到才舉發嘛 你拍到錄影或照相都可以舉發 這可以大大量降低 所謂的闖入評教道的情形 臺南王先生你好 你好 主席 主席 王先生你好 我住在台南 我在台東路面 經常出事不去惡空 我曾經證實他的評教道是絕對有問題 怎麼說 比方說他落南的火這麼過了 那個磅子抓起來了 我車曬日未打曬日未 那個磅子就拔下來 中拔下來 就是在中間他拉起來 很快撤在馬鐵路中 他就讓你退後面的磅會凍掉 然後他們都有個0802電話 根本就找不到負責人 我就說這檔案的安全 尤其我腳踏在那裡 我車的怎麼不穿 等下有些人怎麼辦 所以我很贊同他們的手機 這裡的空氣 而且我是本來用主動外的人 現在做這種工作非常簡單 連車子的速度都可以監測出來 速度什麼車來的幹子 要多幾廟後 要漏下來 要去 都是非常OK的 我們臺灣的技術絕對在 世界最初 不會在台北不必再說外國的 這今年我只覺得 我們臺灣的幹 做我們的幹部 他們那樣覺得有這麼減少 我覺得我們很感謝他們 替我們做這個經濟 但是如果他如果好 我們就如何 是 是 是 這個有問題 像我們先生 嚇人家什麼 鐵路 名字 什麼 他在說 要再看左右 當然我們需要 紅燈也看左右 問題他一個顯示的 有我們放鬆嘛 我就能過 如果他抓起來 我才會沒過 何況 你在台北 車很長 我只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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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載過 他趕著下來 他說我塞一把車來 他過去的時間很長 因為我們怎麼可以 放棄這些事情 而不是客人 人是會有錯覺的 是 好 感謝王先生 所以廷尾那個問題還是很複雜 可是剛剛秘書長 其實有做幾個建議 那當然就是你要不要當志工 那是個人志願的問題 可是有一個公權力 包括臺鐵 包括所謂的鐵路警察局 他其實可以做 可是很多東西是沒有做到的 我想鐵路警察的人力 我想用人力來談 用科技來談問題 用管理來談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的確就是科技 我們要如何運用科技 來去減 就是降低 人力的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十年前 台鐵大概是兩萬四千的員工 那今天是一萬三千人 他已經減將近一半 可是我們的運量 每日運量從五十幾萬 升高到甚至在春節 有可能超過九十 上看一百 是 所以我們的運量是提升 百分之八十 可是可是我們的人力是降了百分之 將近五十 所以一個人是比以前多做四倍的 這個分量的工作 不是 因為我們的組織架構上面 有這麼多的長官 這麼多幹部在上面 所以少掉這些人去哪裡 少掉這些人 就是第一線的最基層員工少掉了 所以大家要分擔的責任 跟工作是更重的 那這個部分 當然我相信臺鐵應該真的要考慮 盧秘書長說要用科技 來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 食物的部分 那需要像李教授這邊 我們學界 我們產官學 如何一起來共同來面對 這個問題 要針對問題來去解決 那其實我想今天工會 又這麼激烈的抗爭 其實在我個人看來 我覺得還不夠激烈 也沒有激烈 他過來就不抗爭 所以我認為是 我認為他們真的 我寧可相信他們是真的沒有辦法 只好用這樣來博得社會大眾 可是理事長我要請教 我們今天大概沒有時間談說 民眾買不到火車票的 這個問題 或是物點經常性的這個問題 可是這所有的問題都還反映到 整個臺鐵管理的嚴重的問題 我們說這樣一人媽甚至一日車 十幾年過去了 問題也都沒有解決了 我相信 鐵路的管理是進步有空間 這這麼多年了 還是有再進步了 但事實上 剛剛古修委員講的沒有錯 整個音量那麼多 路線變那麼多 車變那麼多了 剛才有一個觀眾說的 古修委員講的 他剛才過了 又起來 我告訴你 你的車密度太密 他剛才過了 還有一台都打到 這個是水造成的 你去看台南砂爐縣 砂爐縣一大車四台火車 那些財務二十個 收一千兩百五十塊而已 這一定能夠坐股鐵 你說這種錢叫鐵路要去吸收 對嗎 這不是叫做正清嗎 那這些問題你們高雜 我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政府可以讓股鐵倒嗎 欠嗎 你去看西部西部幹線 一天政府要一大車 鐵路坐不就來